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蒙大拿州日前发生严重草原大火烧掉约16公顷的草地,没想到消防员将火势扑灭后发现造成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竟是老鹰和蛇。 综合外媒报道,蒙大拿州黑鹰一公消防局一消防尼斯扣在脸书贴出老鹰和蛇被烧焦的照片,研判这场草原大火是因老鹰抓蛇所引起,可能是老鹰抓到蛇后在天空蛇身碰触到电线触电后死亡,还因此引起草原大火。 该消防局代理局长李大卫Dave Lee也认为应该就是老鹰和蛇引起大火,因为老鹰碰触到电线才会被活活变死。 据称过去也曾发现类似情况,2015年在加州也曾有老鹰抓蛇酿货。 美国Aztouch News解释,一般来说脑类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但一些脑类的翅膀够长,一次接住到两条电线就会触电。